今天我要來開啟一個新的系列 我們來聊 迷音 可憐 我發現迷音在這幾年的台灣特別的盛行 它從原本的次文化漸漸往外擴散 也逐漸的被普羅大眾接受、使用 更被廣泛運用在各種新的角色上 甚至連政府機關也對迷音略懂略懂 可以說迷音是這個時代最有效的行銷手段之一 你就看看這幾年Facebook上冒出了多少 冠上了迷音的專頁 FGO迷音、政治迷音、繪畫迷音 好像什麼東西都可以迷音 說到這邊我們就要問 你知道什麼是迷音嗎? 到底是什麼意思? 迷音雖然有著病毒般的擴散力 但也具有一定的封閉性 不是每個人都能直覺上的理解 因此本系列迷音調查局將帶各位了解何謂迷音 它是如何運用的? 它又有怎麼樣的美麗呢? 我是浮雲 歡迎收看本期的迷音調查局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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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獨一無二的特色 在某個文化中 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的想法、行為、風格或用法 就是原本命在詞典中的意思 在演化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就提到了這個詞 雖然迷因原本是既然一個很學術的用語 然而在網路盛行的今天 迷因漸漸變成了網路爆紅事物的代稱 接下來我們就先拋開那些學術性難懂的用語 就單純的用浮雲流來跟各位分析分析迷因有哪些特性吧 趣味性 迷因通常具備趣味性 畢竟好笑才是最重要的嘛 有了趣味性才有辦法促進後續的三個特性 雖然迷因與梗圖同樣有著趣味性 但迷因很多時候都更具連結性、封閉性 許多迷因的梗都會埋得比較深 必須具備一些前置之事你才看得懂 以至於許多迷因偏向小眾市場 事實上 迷因的欣賞能力 有時候也是得日積月累才能培養出來的 可複製性、再創造性 這兩個特性同樣也影響了下一個特性 不過我認為可複製性與再創造性 確立了迷因與梗圖的關鍵差異 梗圖或許一時好笑 但迷因卻可以不斷推成初心 利用相同的模板配合不同的主題 甚至變形成不同的迷因樣板 變於二創的特性 使迷因的壽命得以延長 也能不斷的獲得不同圈子的受眾曝光 你看看嘛 有多少人根本沒在玩工作連結 卻也認得這位街頭霸王 一個迷因越容易二創 他的生命週期就越越長 他也能夠流傳得越廣 傳播性 迷因能否爆紅 當然就在於他能夠傳播給多少人嘛 這個傳播性仰賴於前面三者 而當一個迷因大量傳播後 常常導致原本的事物代表的意思 產生質變 例如現在當紅的 我就爛 原本只是一個圖庫的素材 但受到迷因的影響 使其變成了這種 帶有強烈自嘲意味的圖片 所謂的迷因 它很常圍繞在一個核心上 同樣的迷因 即便能有許多種變形 但基本的核心架構 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動方式 每個迷因似乎也都有它獨特的建立方式 就舉2019年末的流行迷因 How dare you 此迷因源自於一位環保鬥士 Greta 這個迷因就有一個專屬於它的架構 透過不影響順序的前提下 對How dare you 就是十個字母進行增或減 來達成一個新的意思 而這些變形又不僅限於英文 也可利用諧音的方式來達成 於是它就意外的變成一個很有創意的迷因 也有一些迷因的核心架構非常單純 比如說凱流 就是…呃…街頭 你叫些街頭喔 由此可見 每個迷因都有它們獨特的存在方式 唯有更加理解迷因 才能領回它們個別獨特的魅力 希望接下來的這一系列影片 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這些有趣的迷因 還有帶大家的了解 甚至是如何運用這些迷因 從現在開始就成為迷因大師吧 看吧 真的很簡單的 我是浮雲 我們下 期 再見 記得訂閱 好嗎